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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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一记 教灌纲中和说 各位毕丘 各位沙咪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堂课上到了法华识别 特别提到了引信节品这段文 那么这里头引一段文当中 其中提到了引这段文 是无今所有皆是只有 富于家业 极致宣言 此时我子我时其父 那么这里头是信节品当中的文句 我们已经引过了 那么就在这里 法华文句 智者大师是解释说 这里正结会父子 这是很好的 结会父子就是 结会了佛与众生 受与受之间的最终唯一关系 叫做会父子 佛是父 他教我们叫做受 有提手旁的受 那我们是指受佛所教 我们要受的是什么 这当中结合起来 会为一个 什么呢 会三归一 事实上 佛会他最终的 完整的 什么呢 佛果 给一切众生 所以没有一个宗教 是把他的教主的一切 交给你的 你可以想象得到 上帝说 来吧 来我这边 当天使吧 资历高的话 我就升他为上帝 不会这样嘛 对不对 不会给他这个姻缘的 何以故 因为上帝就是创造主 不然不明为上帝 但是佛 我说佛教不一样 佛教不是自高 自高的说 他是创造者 他就是要让你成佛 所以佛教就是 让大家都成佛的教 可以讲 就是这就是佛教 一言以蔽之 是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 再引辟说周 就寓说周的 批寓说周里头的文 来印证什么呢 信节品当中的法说周 信节品当中所说的 所说的这个内容 不是法说周 信节品当中所说的内容 这两个来互相的对比 所以他引这段文说 尔什摄利佛 我于仁天 婆罗门 等大众中说 我习成于二万亿佛所 为无上道故常教化乳 乳亦常业随我受学 上一堂课讲到这里 我已方便引导乳故生我法中 方便乳故生我法中 有两个意思 第一就是我在哪里度化众生 你到哪里来 第二个 你到哪里来 我还能教你究竟的 唯一一佛称 这空间上你来 那么法门当中你学 学对了什么呢 大称的一称法 不过很遗憾的 射利佛 下面画风一转 射利佛 我习教乳志愿佛道 如今希望 就念他了 你怎么都忘光了 有没有 实际上讲射利佛就是讲我们 就在讲我们说怎样 我们怎么都忘记了呢 这是很重要的 批语品当中很重要的观念 也就是 久远已交辱 辱却希望 都忘了 所以也不要跟佛感觉遥远 你也不要说 佛所证甚是稀有 我无能为力承担 其实我们久远已经受教学了 那么你忘了不打紧 还自己说 而变自为以德灭度 还自己说 我们变信寿 思维取证 那取证之后就自己灭度了 去了 那么而变自为以德灭度 我今环玉令辱 意念本愿所行 道故 意念本愿所行 你当时我教导你 你还真发心要学大成 还信誓旦旦说你想成佛 那么两下子呢 你不知道跑哪去了 结果就忘了 忘了之后又跑得来 那我在度化 这个外道啊 调教他成为究竟佛 究竟佛秤的过程当中 你也来听 那听了听了呢 你就思维取证 去证身闻果了 那反过来还说 你不想学 你老了 或者甚至于说 我佛做魔爷 魔做佛爷 我是魔 我怎么讲这种法呢 你看你都忘光了 还忘了你本行所行之道 这个事情当然 这是题外话了 当年老尼斯要见万佛寺的时候 他静坐当中 那个道教的佛菩萨跟他讲说 你要去见啊 那是你有姻缘 他就说 我见万佛寺 我是女众 那你还说见男众道场 何况我还是在家人 再来我是道教的 我跟佛教出家有什么关系 然后在静坐境界当中 那个道教当时的佛法神 佛菩萨等等 很难说是什么 但是一定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一定是佛教的佛法神 就跟他讲说 那是你的本愿 那是你的愿 如果你不能完成的话 对不起 你下辈子再来见 其实老菩萨当时跟我讲 他说他才不见的 就是因为冲了这句话 下辈子再来见 他说 太累了 好了好了 这辈子苦就苦到底了 就这样子来见万佛寺 所以说这个本愿故 这个真的是很强的 所以说什么是本愿 你现在赶快发 你就有你的本愿带领你 那个 这个 《华言经》上 《普贤菩萨》《恨愿品》上 也是这么说 他说人灵路灭时 一切威德西斯 西退斯 眷属退斯 财富退斯 有财富能怎么样 你躺在那都在喘气了 都已经一口气吸的少 吐的桌 你都快死了 对不对 所有都离开 乃至眷属也不能导引你 什么都不能导引你了 我有愿望引导几间 愿望 人能 为什么说 所以我们说 往生极乐 也是愿往往生极乐 所以愿生西方 愿生西方 那个愿要常常在 所以愿西 这个愿心要在 所以你本 意念本 另如意念本愿故 所以让你想起你当时的本愿 你自己的本愿 你就会发起力量 人要懂自己的本愿 那可是佛已经通寿记 我们今天能听闻法华经的 无论现场听 后来录音带听 光碟片听 电视上听 都一样 你的本愿就是修学 大乘法 成就为一佛乘 为诸生文 说是大圣经 明妙法莲花 教菩萨法 佛所互念的经 是教菩萨的法 是佛所互念的这部经 诸佛互念 十方诸佛所互念的这部经 这呼应的后来 建包他品当中的 多宝佛来互念 这都前后呼应 我教这部法 教这个法 我为了让你意念本愿故 我为了让你不要 安住于你自己的灭度 所以我为诸生文 本来是对你设立佛讲 现在干脆开而为说 为诸生文 开吗 说大圣经 明妙法莲花 教菩萨法 佛所互念 那么这个是文句当中 重新引这段文 来加强说 以经解经 加强解释说 此时我子 我时其父 你久远教导 那么这样了解之后 下一段文 无今所有 皆是只有 富与家业 是穷子欢喜得未成有 那么这三段话 其实里头都有玄机 比如说 那么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看诸解三二七 所谓正负家业 就这段文了 前面三段 随便三句呢 是所谓的正结会父子 结会父子之后 就正负家业 正负家业用这三句来表现 正就是 正是 正是在富与家业 怎么样富与家业 富与佛的家业 佛什么家业 佛就是 令一切众生 息皆成佛 那你自己要能成佛 你自己要承担 你能成佛 那么这就是家业 那么原文上 佛之所有 即一切大乘 即一切大乘法 即是一切大乘法 无今所有 无今所有 无是指佛 无今所有 皆是指有 先谈佛所有的是什么 佛所有的 注解上说 即一切大乘 这些一切大乘法 不出万恨 跟万德 楞严经上讲 守楞严万恨 秘因了义 有没有 万恨秘因 万恨就是 成佛之秘因 行种种万恨 这就是因 万恨为因 那么呢 万德为果 在佛分上来说 就因果来说 修因成果 是这样 可是因果是本具的 所以说因果不二 非因非果 那个 梵网经上说 非因果法 是在这里 但是呢 就修德跟信德来说 修德有因果 就这么讲好了 你看 镜子被尘埃污染 我问你 那怎么办 你去擦它 擦它 然后镜子就怎么样 亮了 来 我问你 这个镜子的亮 是因为你擦 才有亮 还是你不用擦 它亮也在 你不用擦 它亮也在 但是不显 对不对 不显 那么我们谈因果 是就 它被污染了 那被污染了 它那个亮也在 可是亮不出来 这倒是真的 那我们说修德 就修的德 它 这个修的德 就是说 因修而显的德 是怎么说呢 镜子的亮 被尘埃污染了 那么我去把它擦了 它亮了 这个亮了 是因为我来擦 它才被亮出来 它亮了出来 对吧 可是注意 并不是因为 我让镜子的 本来没亮 有亮 镜子从来就是亮的 懂吗 但是它是被 被污 被盖住了 所以没亮 所以性德本有 就是镜子的亮性 是本有的 可是呢 那个尘埃 却是要因果法 来擦拭 所以佛种 从缘起 是就修德说 是就修德说的 我要去擦它 是不是这样 可是对不起 擦完了 我也没有让镜子 多亮一点 也没有让令子 少亮一点 因为它本来 就是亮在那儿 这叫做性德 所以这性修 二德是如如的 这本质上 是没差别的 正修德时 其实性德正是 正是性德 我也没有增加 镜子的亮度 也无能少 让镜子的亮度少 尘埃 不能让镜子的亮度少 擦拭 也没有让镜子的亮度多 不过不擦拭 镜子的亮 亮不出来 就在这个亮不出来的 现实当中 我们说我们要修 但是它本质 就具有它的功德 所以为之为德 所以叫修德 这样懂吗 是这样 所以佛种从缘起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 一切万法都是因缘法 不用谈什么佛性如来藏 多么是因缘修出来了 我告诉你 知识无量无边 智慧无量无边 你怎么去修 以有牙足无牙 你怎么去足无牙呢 所以你永远成佛 也追不上它 只有佛性本具 但是确实你需要去插 你才会显现 那么因此你看看 德 佛之所有 无非是修德 信德 所以说修因 万恨修因 万得成果 那你说 因为他要修那个行 佛果才 才会有成佛 那这就不对了 我说佛没生也没灭 对不对 就好像静子的量性 从来也不生不灭 再胜不增 再凡不减 也不会因为你修而增加 也不会因为不修而减少 静子的量性 再怎么增加尘埃 它的静子的量性 还是没少过半分 我这个比喻这样 大家听得懂 这就是大乘里头 能提解佛性 是从这个比喻上 你约略能够叫做明字解 就依明字概念来解 那个感觉 所以讲德 佛之所有的 不就是修因 万恨因跟万得果 万恨 那么就佛边说 他的万恨当下 就佛嘛 他已经成佛 佛还行万恨 那这个佛的万恨当下 就是万得 就是他本具的功德 我们凡夫呢 凡夫行的万因呢 这各种因呢 是理极上 是理上面也是万得 不过没显 这样懂吗 这样懂吗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念佛 念佛 照说念佛成佛啊 不过念佛 念完佛还会烦恼 念了佛还是这种样子 是不是啊 没显出来 可是虽没显出来 我正念佛时 这是用万得的 那个本具的什么呢 性德在念的 从来就没有一个尘埃 能帮我念佛 尘埃是染乌相 烦恼相 烦恼相怎么会念佛 不会的 能念佛的心 一定是什么 性德中本具的佛性 才能念佛 所以说我说 念佛其实在果上念 你要知道 灵解一个果上念佛 这是天台原教义 是这样子 所以他结合 念佛的意涵是这个 那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叫什么呢 佛之所有一切 及一切大乘 不出万恨万得 而如来藏 身佛不输 即是指奔有 你看 就佛边说 他是万恨万得 就众生边说 那就是如来藏 如来藏涵常在那里 涵常在那里 名为如来藏 佛就不称为如来藏 就是德 就显德了 如来藏开显 就是修成 修得圆满 如来藏显 名为万得庄严 那么在如来 那么于众生边说 他有如来之障 如来寒常的功德 那就是就性德边说的 他本身 他寒常在那 那你说这样会不会有一个我 那是假名 讲如来藏 他要告诉你 这是非生非灭 非生非灭不可得 密之不可得 怎么会有我 我是有可得的 我得 我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诬赖如来藏 说讲了如来藏 就会让你建立我值 这是你把法学成这样了 有人这样说 说中国禅宗 华言宗 甚至于天台宗 都谈如来藏 所以我值都不破 你把如来藏等同我值 人家谈如来藏是就 什么了 成佛的本质 这个根本内在的原因 就是成佛因 成佛因谈如来藏 谈如来藏说 这是假名 有个名词如来藏 这不是你凡夫中的生灭我 生灭相的意思 所以它非因非果的 那么因此这里人家谈 这里你看谈如来藏 如来藏是身佛不输的 那么顾己子 己子是本有 知本有 他不生不灭 本有 但是说有即不重 讲本有的意思是 告诉你能成之因 但是其实密之不可得 你要说真有个什么东西 那又不行了 那么既子皆本有 只皆本有 则曰如来说 即是富家业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你本有 我现在让你知本有 是听闻大乘法 懂得本有 虽然我没给 不过你总算承担 就能承担说 你承担的东西 就是如来藏 与我所证的 万德庄也是同一件事 这样讲起来 由我这边说 我给你了 我赋予你了 其实就你这边说 是你本有的 我也没给你什么 只是因为你本来不以为有 我现在一转身一看 慕然回首 原来正是在灯火阑珊处 不远之处 那么这个时候 就这个立场说 我赋予 就佛边说 叫做赋予 加财 赋予什么加业呢 共不共的般若 共般若就生文法 不共般若就是什么呢 三地法门 三地有别教跟原教 三地法门 这就是不共般若 那么约穷子边说 约穷子边说 即是欢喜得未曾有 为什么欢喜得未曾有 欢喜是因为不求而得 得未曾有是因为 从来不知 自有宝珠一颗 从来不知 所以现在未曾有 他说有啊 原来加财是我的 从这边讲 他说欢喜得未曾有 因此就解释了上段文 就是说无今所有皆是只有 因为我本有的 也是你本有的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那么这样子 你了知 你领受 那么就是富与加业 就等于我 从我佛这边说 是我给你 从你穷子这边说 穷子欢喜得未曾有 就解释了这个本文了 有 如来修得所显功德 即众生信中本具 有没有看到 他的修得 因为是如来了 如来也行种种 利益众生的法门 但他已经不是 为了要成佛 对不对 他已经是如来了 不是为了要成佛 不过他自然有修得 怎么说呢 信得如如 修得应积随缘 施化与众生 佛于常积 不动极光 而什么 应化十方 有这种意思 佛不会就这样 终于成佛了 有点疼 久远成佛 现在被人生死了 谁来红白 但不是这样子 但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 他正进入极光 那他还是一样 应众生 菩萨清凉月 常有什么呢 毕净空 是不是这样子 那毕净空 众生有求 千江有水 我就千江应 所以就自受用说 是常游必净空 就利益众生边说 是应积队员 如影随形 像什么呢 像那个中古一样 你有急有响 有机有应 那机感相应 佛就视线 乃至于视线 一带 一处 一个世界 的成佛 八向成道 那乃至于 梦中视线 接引往生西方 或者于他方世界 视线种种像 我之前讲的 比如说猪啊 什么样 有没有 那只猪 度化人家吃素 全家人吃素 比如说这样 种种因缘 他就随机因缘 随机因缘 当然那个时候 不明为佛 以众生喜见之身 而利益众生 这样了解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 修德中所显的功德 如来修德所显功德 所显的功德 其实无非都是 众生本具的 换句话说 佛也不需要你去崇拜他 佛你哥哥好了不起 讲进度法门度了我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崇拜 是怎样 但是这也是你信中所有 你的本性中本具 是吧 是这样的 所以佛教从来就没有崇拜像 所以常常有人说 崇拜偶像 说那个 一神教徒说 崇拜偶像 是利益不知道是不是偶像 那个像算不算 算不算 算不算那个偶像 是不是啊 那我想偶像并不差 只是说我们从本质上来说 佛教究竟没有偶像 是究竟没有偶像 没有偶像 所以不拜偶像 而无不偶像 这才真正无偶像 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即使有一尊佛坐在那里给你拜 那不过是显发你内在的觉性而已 让你赌向思功德 思所佛的 意念佛的功德 意念佛的功德 那么佛的修德 就能转你内在本具的什么呢 本具的性德 转出来 就让它显发出来 这也就是 印光大师常讲的 如明灵子 你念佛 正念佛时 世心是佛 世心做佛 是这样 你看是不是又一贯 跟念佛法门是一贯合一 都在讲这个 因为印光大师本来就是学天台 学天台 他用这种方式讲解 也在这里顺便说能一下 那么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富与佳业 穷子欢喜得未成有 诸位 你们听到这 有没有得未成有 有没有欢喜得未成有 还是听得很累 那这样就不与法相应 要努力一下 此领何意 现在隐完经 帝观大师返回来说 那么这是领什么意义呢 他在进一步的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看法 那么这个看法 当然也是智者大师 跟金西大师同样的看法 那么他总简单的回答 我们说 答此般若之后 赤说法 以领之 库长 诸物 那么灵命中时 直付家业而已 辟钱转交 皆知法门 法华时 开示误入 佛之之见 受计作佛而已 就在辟 辟前面的要求 辟前面说 钱转交 就是什么 钱是什么 法华之钱 法华时之前是什么 是般若时 般若时中 要求生文弟子 转交菩萨 你拿大乘法 就转交菩萨 转交菩萨 那么呢 皆知法 所以说 这就是看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从生文的 当时 曾经有 去年 大乡法师 来给我们上课的时候 也提到了说 阿含经里头 世尊要求 罗侯罗 讲 世圣地法 然后呢 世尊观察 罗侯罗 因缘要成熟 再教他 再讲一遍 多讲几遍 结果讲完了 因缘到 罗侯罗自己开悟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世尊教导弟子的方式 常常是 教你去讲经 教你去讲经 所以说 讲经是修行 这里头 不是天台自己说说而已 经上就是意思 现在又提到了 再次提到 在般若会上 叫你去讲 你还不能继承 会三归一 唯一佛乘 没关系 你忘记自己的本愿 久远节来 是本愿 成佛的本愿 没关系 先叫你 纯熟于 原教之法 般若会上 请你去教 那菩萨 的大乘法 这就叫 转教 转教之后 你自己教 教了半天 你就算不想修 你对法门也很熟悉 就差一个 要不要修 就这样而已 就临门一脚 法华经 不过是告诉你 可以修了吧 这样子 然后我修 这样而已 法华经里头 不会再跟你讲 很多般若的道理了 为什么 就在般若会上 全讲完了 因为你已经转教完毕了 意思是这样 所以说法华时 是开示 误入佛的知见 受祭你做佛而已 没再说那些细节了 意思是这样 那没再说这些细节 恰恰好 说完一切细节 因为法华经 开会 开全显十 会三归一 他从把前面 全部会完了 所以法华经 要读通 恰恰好 至少要把 般若经读通 也应该把 方等读通 就是理解通透 就理解到 一个完整项 你才知道 法华的 所有开示 误入佛之之见 受祭做佛 真正的底蕴 事实上 是那些 不共般若的内容 那么了之这样 我们文再顺一顺 所以说 这就是般若时之后 般若时之后 次说法华的意思 它在对应 它现在讲的 法华识别 这一大科的意思 也就是说 五时说法 的般若时候 正要说法华识 它在辟语这个 它在证明了 天台的五时说法 五时八教的五时 是有经为证的 那么接着 他就说了 为什么是这样讲呢 以下都是别说 别说什么呢 先以领之库长诸物 临命忠实 执父家业而已 就是说 因为信节品上 已经告知穷子 让他去做什么呢 领之库长 出纳取语的 这样子的一个 掌柜的身份 去做了 所以他领之库长 出语了 那么呢 到了掌者 临命忠之时 他不过就是 召集充足 大臣 国王 人民 来到跟前 然后呢 证明赋予 说我的一切家财 交由穷子来继承 他已经早就能继承 熟悉这些教法内容 就差他自己承不承担 所以我把家业赋予他 他回答说 前面 信节品在解释这个事情 那么他进一步的 这是就辟语来说 说他辟语的意涵 回过头来 他继续讲说 这就在比喻 法和了 以下的话 就是地官大师 自己在法和 前面说辟语 现在来在法和 有个辟语 辟语摆在那里 穷子领之 库藏诸物 长老 临命忠实 执父家业 那么这在讲什么 讲说 法华前的 接下来辟前转教 法华前的般若时 要求僧文弟子转教大菩萨 令他们都知道 大乘原教法门 带通别证说圆 这原教法门 都知道了 那么因此 到了说法华时 所以前面就是波勒诗 接着就是法华诗 我现在证说法华诗 法华诗中 这个长老 这个长者呢 开是误入佛子之间 开 是 开 开显 是 只是显示 误 什么呢 觉悟 入 什么呢 悟入 正入 正入 佛的之间 这个意思是说 令众生开示 误入佛之之间 那么 最终 开示 误入佛之间 最终 那他怎么样 他 受祭作佛 佛 以佛之尊 所谓的不妄语 不义语 不细论 等等 这样子的 庄严的佛的 佛格 来给你授记 佛是一言千 一诺千金 不是千金 是一诺无价 佛所说的金口 绝对是不义语 不妄语 不虚妄 不欺骗 不种种的细论 所以佛来给你授记 你还会不信吗 最终 印证 你做佛而已 所以 这就是说法华 说法华 让你开示 误入佛之之间 所以说 你说法华经上面 有没有讲到波罗 其实也有 尤其是 安乐横平 对不对 不动 不退 不转 无所有 不可得 这样子的观念 其实也有讲 不过他带过而已 因为前面你都讲过了 我不会再重讲 我现在重点在于 让你授记作佛 让你承担起来 让你懂得 开会而已 所以最后 授记作佛 而已 加个而已 两个字 意味着 法华不再广说 波罗法门 重点在开会 授记 你听懂吗 这样懂吗 所以 这就是他在解释 信解品的这一段文 呼应着天台 叛教五十当中的 法华十 是在做什么 他说 法华十 在波罗十之后 目的是 将前面已经 调守法门的弟子们 正式地让他 再真实地 开始误入 佛的知见 同时也授记 他们做佛 让他们终究 承担起 唯一一佛称 这样 佛 一世 度化 众生 视线成佛的 深悲大愿 才堪称圆满 所以我现在 这个年龄 我已经开始在想 如果明天我就死的话 我会有什么 还不圆满 当然不是开悟 这个不圆满 我这一生 我该做的 自己该修的 我还缺了些什么 我该怎么补 我当然还缺很多 该怎么补 人家老人家他自己过日子 人家他是这么样圆满 然后八十岁的时候说 拜拜 以后再联络 我到别的地方去了 人家老人家这样视线 我们当然是愚痴到不行 做不来这样 可是也得要少分学一下 不要临终的时候 才突然间发现 哇塞 那个也没做 这个也没干 那这完蛋了 你懂吗 该做都没做 这下子完了 是不是 所以说 好歹 重要的事情 该做一做 我是指 你自己的 你自己 你自己要清楚 你自己该做的事是什么 对 例如临终的时钟 我没死 我爱做的事情 都没 天公白 我们还不够 假老几年了 不能讲这种话了 来不去 对不对 每个人都要这样想 你们这些年轻的小三民 这个话对你们 是很遥远的样子 我告诉你 一转眼就到了 一转眼就到了 不能给大家杜孤 好 那么就这样 OK 我们这是什么 事意 随文事意而已 现在我们进入他的内文里头 比较深意的解释 再顺一顺 此理何意 达般若之后 是说法华 那么 是说法华 总说 那么先领之库长诸物 临命中时日 支付加益而已 这段文里头的第一句 别说当中有三句 第一个 先以领之库长诸物 什么是先以领之库 这是辟喻 般若时钟 注解三二八 这个声闻弟子 转教不共般若 转教谁 转教 转教 不要讲什么转教 转教菩萨 不共般若 那么接之 因此就接之 原教法门 这个这样的和后文的什么呢 法说 所谓的 前转教接之法门的意思 所以说 领之库长之物 就意味着 他已经懂得法门 转教菩萨 接之法门 这样 一个辟喻 一个是法和 我们先把它对待一块 是这个意思 这很容易懂了 那么再来 下一句 临命忠实 直付加业而已 这个临命忠实 是什么呢 为如来出世本怀 这三二九 注解三二九 为如来出世本怀 谱令众生做佛 这样子 临命忠实的知识 那么此今此今受三根祭 是为父法王加业故 将父加业 而于灵三畅入捏盘之时 为之为灵命忠实 也就是说 如来出世 他什么时候才会入灭呢 请问 十方诸佛都要视线入灭的 都要视线入灭 为什么他不视线 不入灭 你说没有啊 因为要视线无常 错 这是生文的解释 很多人 我们早年也是这样解释 我没注意的时候 我给人家解释 也是这样解释 就要视线无常 你给人家解释 也可以这样解释 因为一般没学佛的人 他不懂 他不懂无常法 所以你也要这样说 佛之所以入灭 是要视线无常给你看 因为佛 即便是佛 他也要往生 他也会 身体会败坏 会死 你要知道 这是生文的解释法 到了法华会上 他不告诉你了吗 佛根本没入灭 对不对 那非如灭 没入灭 怎么会视线的捏盘呢 是有目的的 是因为他要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 让众生知道无常 不是 在法华会上 或者已经要调熟的众生 对于要调熟 他 回小向大 开会入一佛称的这个目的来说 他不是要让他悟无常 因为他们早就能悟无常了 还要教这个无常吗 就是因为教他无常 他就思维取证 正入阿罗汉道 你还说教他无常 哪是这样 所以法华会上 他就告诉你 他是为了 为了什么 为了让众生生起 一阵 对一阵法华的法门 号要 南昭之响的心 他是为了这个 所以他本来不视线 本来可以 生命可以 无限长的视线 但是 对不起 我80岁就say goodbye 要让你知道 你来求 你以为你爹老是在 反正现在不听你爹的话 无妨 反正总而言之 他在 事情怎么干 干不行了 就找老爸出来顶就对了 我去刷卡刷到报 反正老爸会替我付 是这样 所以是靠老爸过日子 你就自己不成长 也不会珍惜 爸爸的产业 家业 我到底什么时候来接 算了 我爸身体好得要命 102岁了 180岁了 都还在打高尔夫 我还能干嘛 我可怕 他还没死 我都先死了 算算算 我不用准备 继承我爹 他会这样想 所以 世尊要事先老迈之想 让你说 不学 不学 我说再见了 这就是法华经上 真正的意思 这才是诸佛 于大乘法中 之所以要事先入灭的本意 是这样 所以你看看 讲经不叛教 你开口便乱道 你如果不懂这个道理 你去解法华经 佛入灭这件事 你就会把它解成 佛的入灭是为了事件无常 不是的 是为了让众生对大乘法 生难遭降 这在寿量品里头 世尊就讲了 寿量品就说到 第16品 寿量品就说到这个意思 好 那所以 世尊什么时候会临命中呢 什么时候会临命中 也就是这位长者 什么时候才临命中呢 倒过来说 世尊什么时候事件捏盘呢 他已经把原教法说完了 他就要事件捏盘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讲完了 你再不修 我也没什么多话好讲 你再不听 我已经说完了 我的目的就是来教你们 我真正要说全说完了 那我要走人 我要没说 让你们不懂 大乘法甚深了异 虽会无人说 虽会不人了 对不对 大乘佛法是 虽有智慧 若无人说 你有智慧也不能了 跟原觉法不同 原觉法 它观三合大地的因缘 十二因缘果报变化 它也能自己误 但大乘法 若无人说 虽会不能了 所以我佛得说 那我都说完了 你还不修 那你就一定是 赖着佛在 对不对 那不想好好干 我跟你说有药要吃 你就不吃 我死了 我死了 你看 我去入灭给你看 让你紧张起来 然后怎么样 爸爸往生了 那他的遗嘱 告诉我们怎么 怎么喝蛋加业 原来是这样 好吧来做吧 他就心甘情愿做了 不然这公司要倒了 很难看 是不是 那他病要爆了 他只好去吃那个药 所以说他在寿量品当中 世尊就说到说 老父亲留下好药 那儿女种种的病了 我给他药他不吃 那就他自己视线说 我死了 我去远方 我死了 那他就想 爸爸死了 我没得靠了 现在糟糕了 那我只好找爸爸的药方来吃 就意味着 实践佛陀的教法 所以佛陀把法讲完 就把药交出去了 他就差不多要走人了 你懂吗 所以这叫做灵命中世 佛什么时候会入灭 在这个时候才会入灭 佛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这些凡夫 什么时候会入灭 阎罗王在电脑上查到你的时候 你就要入灭 你就要死了 法上时间到了 该来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入灭 你不是入灭 这叫药气死了 是这样 但是佛不是 佛自己决定 法门圆满了 教导OK了 众生应该要以我入灭来得度 我就入灭了 这叫做灵命中世 这个道理很深 那么所以说了 灵命中世是这个意思 所以诸解当中三二九 是这么解释的 所以说将复加业 而于灵三畅入涅槃之时 在灵三会上讲了法华经 那这个时候就他畅入涅槃了 他准备说 我不久当入涅槃了 怎么说 来 见宝塔品上面 又是已经解经了 看到没有 经上就这样讲 后面的宝塔品当中就这么解释 解释说 十世家谋理 以神通力 皆诸大众 皆在虚空 以大阴身 普告示众 谁能于此 娑婆国度 广说妙法 华经 今生事实 为什么呢 因为如来不久 当入涅槃 佛欲以此 妙法华经 付诸有哉 这不就是灵三畅灭吗 看到没有 灵三畅灭 经 以经解经 经上就这么讲 所以四尊 恰好是说完法华 就准备入涅 那最后一定是说 涅槃经 然后入涅 十方诸佛都这样 都这样 都是这样 都是最后说法华 然后入涅槃 然后涅槃之时 讲涅槃经 付诸有在 这就是所谓 说法华之时 所以说法华之时 也就是灵命中时 这说法 好 了解了 所以灵命中时 事实上有深意的 再来接着 直付家业而已 的种在这个而已 和后文 那我们等一下再解后文 来深解就可以 所谓直付家业而已 就是和后文的 开示误入佛之之见 受祭作佛而已 他其实也是要让众生 开示误入佛之之见 然后我受祭你作佛 他也是讲了大乘法了 但不过带过而已 所以叫做开示误入佛之之见 还是有说 不是没说 但不广说 不广说 那么呢 受祭你作佛 受祭你作佛 这样懂吗 这就是法华会上 重点在受祭作佛而已 好 现在他说了 这是就 地观大师说到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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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节品中的辟语呢 他在解释一下 这个辟语的表面意思 接着他要和这个法 他自己解释的 他到底在表示什么 其实我们一再说了 表示 辟前 转教 接知法门 这是在辟语前面 转教而接知法门 然后说法华时 让众生开示 误入佛之之见 受祭作佛 所以辟前转教 接知法门 注解331 我们来深解一下 转教而接知法门 为什么叫接知 也就是在般若会上 理论上说 世尊已经 世尊已经善巧方便 让僧文人 通通了知 大乘法门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般若经 六百卷 上面所说的种种法 种种恨 种种证 种种因果 等等 无论是原教 别教 通教 其实他都已经显现出 世尊教导你 实践大乘的法门了 叫做接知法门 所以般若经很重要 所以天台大师 解 就是说判 判一代实教 那么成就天台教灌 那么到了 京西大师的时候 他就说到说 天台以般若为骨干 就是意思 那么这个 用一法华经做眼目 做一切的根本 然而他的内容 教法 表现得最完整 还是在波尔经上 真的最丰厚 是这样 所以天台人 很注重波尔经 注重什么 波尔法门 那么这里 我们就有一段 这段文 就可以来了解 这段文 这个注解 就蛮重要了 我特别把它引出 在文具 法华文具 文具里头 就这样讲到 他说 追指 昔日 大品 领教 领教 不是叫领教 领教 所为有广略般若 共不共法 那么呢 事如所知 即如所有 故法华 但明佛之之见 更不广说 一切形象也 你看看 所以说 文具里头 志尔大师 自己告诉我们 他说 这里所谓的 辟前转教 皆知法门 就是指的说 之前 追指 追就是之前的意思 讲过去 过去 就是在大波尔 昔日 大品 大品 就是大品波尔经 大品波尔经当中 这个僧文地址 领 领教 领佛陀的命 教导大乘菩萨 什么呢 大乘法门 原教 原教法门 应该这样 原教法门 所以 带通别证所缘 那么但是呢 所为有广略 般若 什么所为 世尊为 要他 所为 世尊委托他 其实世尊不用委托 世尊是 要他这么做 那就他这一边 声文地址来说 是被委托的 被委的 被委的 被给予 被赋予 被赋予的 有广 般若 跟略般若 对 所以说 经才有广 略的般若经 懂吗 比如说 这个 虚佛提 在金刚经上面 他是略般若 乃至于 最略最略 有一部新经 很略 文略 亦广 有时候是 文广 亦略 有时候是文略 亦略 有时候是文广 亦广 这是随缘 这是不定 那么呢 般若 还有 共不共法 什么叫共 跟不共 瓜胡 共法 共般若法 共大乘般若法 共 就但 跟不但 但中 但中就是什么 别叫的但中 那不但中 不但中就是 元中 元中就是什么 元教 或者是 是不共法 但中 不但中 这是不共法 有没有 然后呢 与二称说 名为共法 看到没有 所以别缘二教 是不共生文的 不共法 但跟不但中 但不但中 这是不共法 那么与二称所说的 这叫做 缘起信空 入于偏真 偏真见的 这样子 约之为共法 共般若 好 接着 是如所知 即如所有 就是你身文人所知 你已经被我委托转交了 所以是如所有 这里是 智德大师 引经文的意思 引经文说 是如所知 即如所有 那么 故法华 也不是引经文 就是用佛的口气 来说生文人 是如所知 即如所有 你知道的 我叫你转交 那你不是知的吗 而且你知 其实那是你本有的 是如所有 所以他就 话锋一转 他就说 所以说 法华会上 其实 但明佛之之见 更不再广说一切形象 一切菩萨的形象 不说了 因为在波罗会上说了 好 那么什么又是 什么叫做 不广说一切形象呢 下面我就顺便来解释一下 引什么呢 引 世教仪 世教仪的极解 里头呢 里头 谁呢 这个 蒙润大师 他说的 他说 法华 经中 对于法门的纲目 法华 法门纲目 本来是这么讲 我把它加上这个话 你比较容易懂 法华经中 对于法门的纲目 大小的观法 以及佛陀的实力 是无畏 乃至于菩萨的恨味 菩萨的人 能学菩萨的人的 人的种种姻缘 种种相貌 还有法 菩萨法 以及菩萨的依证 种种庄严相 菩萨有依报 有正报 种种的规矩等等 皆所不论 看到没有 这意味什么 意味在般若经 乃至于在方等经上面 会论这些 论什么 论大乘法门的纲目 一切法门的纲目 你看看 在方等经上面 把藏通别缘通通说 在菩萨会上面 通别缘也都说 不就是法门纲目吗 那大小观法 你看看 小乘说上教 乃至于通教 也算小乘 不通教算大乘 那那个什么 那个方等时中 有藏通别缘 那不是有小乘观法吗 还有大乘里头的 菩萨石 也会说到小乘观法 为什么 为了显大乘 他还是要说到小乘观法 还是有 所以说你看 大小观法 以及谈到佛的功德的时候 谈到佛的实力 四五位 以及谈到佛的 因为修的时候的 佛的恨为人法依正 菩萨的行为 比如说 比如说实行 实相 信相 行地 回向 实回向 实地等等 实柱 这些的 信柱 行相地 这种种菩萨阶位 五十二阶位 乃至于 正在这阶位上面 菩萨的功德像 是什么样 以及他在这个位置上面 他修的法门是什么 向于下一个法门 又是什么的 菩萨法 以及在某个位置上面 那个菩萨的依报 世界又是怎么样 乃至于成佛之后 佛的依报是怎么样 佛的正报怎么样 种种的规矩 规矩 种种内容 皆所不论 法华在这里都不论 换句话说 都在方等 般若 尤其在般若当中 说了 那么 接受不了 以法华前 成为说故 看到没有 都已经时间 已经有说了 所以说 到了法华会上 但论如来 不叫原始 原有始末 为是原始 所以中间取语 顿见事实 是会定父子受计而已 讲得好精确 不过就是中间取语 顿见事实 这中间 什么叫这中间 从法华死 从华言 世尊出世 一直到法华 开权显死 会三归一 这中间 这中间 就是一代始教 这中间的取语 取就不给你学 于就给你学 或者是说 印证你这是 可不可 这叫取语 比如说 在阿涵会上面 给你学生文法 慢慢的到 波罗会上说 这不是了 这就取开了 刚开始语 现在又取 是不是这样子 那就是取语 顿见事实 你看看 华言顿 不行 所以在阿涵要见 见出见钟 见末 慢慢 以见钟有顿 越来越加强 到了法华会上 非见非顿 会见归顿 有没有 就叫见顿事实 很适合 是众生的 因缘时节 然后这个时候 在法华会上 最后会定 父子关系 定 就是定下来 决定了 会 会就是让父子相会了 也就是 你即是佛子 也将来 当必要 要成佛 你非得要 继承佛的 这个最终的成就 不可 因为 你没有别条路 为佛一称 这叫做定 那么会 让你领之 会是会 会定父子 然后 这样会定父子 会定你事 还不够 还要怎么样 还干脆 把你给受寄了 让你跑不掉 我甚至说 你未来要成佛 你如是如是 什么时间 什么时候 你成佛几节 众生有多少 度化多久 最后你入灭 在什么时候 都把你说轻了 所以你逃不掉了 对不对 你都被说 你会成佛了 而且成佛的样子 都已经被说完了 你还怎么好怀疑的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 我如果告诉你说 去吧 去买彩券吧 你在买第几次之后 你就一定中大奖 那你就不用怀疑 乖乖去 买到了 你就送大奖 不过这是疲喻 不要争取买 是这意思 就这样子 会定父子 受寄而已 所以习为所知 经为所有 习就是法华之前 般若会上 你知道什么呢 原教的道理 所以所知 那今天到法华会上呢 你被受寄说 是你本有 所以经为所有 原来原教的道理 这成佛的真理 实相之理 你本能成佛 这样子是你所有的 习为所知 经为所有 故法华时中 更不从此领知 所以法华会上 不再广说 种种菩萨 恨慰 因果 医政 不再重说了 执名开示 误入佛之之间而已 直接开示 你佛受寄 开示你佛之之间 这个注解 把法华的特色 讲得很明白 所以你不要疑惑 说因为法华经上面 讲的般若 道理不是很多 废话 当然不是很多 干嘛重复说 是不是 耗了那么多劲 讲了般若经 你在法华会上 还在说这个 都来不及了 佛要准备入灭 而且会模糊焦点 现在法华会上 重点在开会 在授记 这段文讲这里 非常好 非常好 你懂这样 又把法华经的理解 又深刻一层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些文讲完 大概你对法华经 理解的是 会比常人理解的 还深刻很多了 好 那么今天讲到这里 所以说法华时 开始误入佛之之间 授记作佛而已 我们说到这个 注解第三次 结束了 好 我们现在 向下文长 复以来日 我们会向众生 无边寿愿度 烦恼无尽 寿愿段 法门无量 寿愿学 佛大无上 寿愿成 自归于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于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障 智慧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度 上报四众恩 下祭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习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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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Scump 大像 优优优独作 超约rated